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灿烂时光会客室 我是节目主持人管中强 灿烂时光会客室 是由公民行动影记录资料库独立制作 我们透过人物的专访 议题的整理新闻的回顾 带大家去了解到一些争议性世界 背后值得我们关注的议题 我们有Podcast频道 也有YouTube频道 欢迎大家能够订阅收听收看 随时把我们的节目带着走 我们也欢迎我们所有的朋友来捐款支持我们 因为我们的经费是来自于公众的支持 您的每一分一毫的捐款 不只是我们能够持续制作好节目的动力 也是对整个制作团队一个非常大的鼓励 现在节目当中要来跟大家聊一个很重要的话 就是农地工厂 2019年这个公伏法修正案通过之后 政府似乎信誓旦旦的要去解决农地工厂造成的问题 可是在实际上面效益却是非常非常的有限 地球公民基金会在中秋节的时候 曾经做了一系列的梗图里头提到了 好像这个月亮的也变偷偷的在改变 然后农地的工厂也在偷偷的在兴建 看到这个梗图让人家觉得有点惊讶 不是要去解决农地工厂的问题吗 为什么这个农地工厂又在兴建呢 虽然农地工厂似乎带来了一些社会的污染 环境的污染 但是它同时也是很多在地的中小企业 在地的民众 它生活的重要的经济的来源 是它非常重要的一个社会的支持跟连结 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如果农地工厂因此消失了 那对于台湾的这个中小企业的发展 会不会也是另外造成的一些影响呢 今天在节目当中 跟大家邀请到的是地球公民基金会的专业员 蔡嘉生来跟我们谈这个话题 嘉生你好 东翔老师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们在这个中秋节之前 其实在地工的脸书上面 有看到你们做了一个梗图 那这梗图其实是跟农地工厂有关 那里头用了这个月饼做一个例子 梗图上面是说 目前经济部作为全体的这种伪装的农地工厂 统计大概有四万五千家 而有向政府申请这个临时合法登记的 不到七千家 在这个梗图里面 你也提到说 说好要检举就会拆除 你给了一个很大的问号 那我想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 看起来农地的伪装工厂很多 然后实地的登记的是有限 那实际要检举之后被拆除的 似乎好像也更少 我想要请教嘉生 就是到目前为止 这些所谓的伪装的农地工厂猜除了多少家 就是经过选举举报的猜除了多少家 然后你们为什么要在中秋节前期去做了这个梗图呢 直接先回答日音猜多少家这件事情 经济部公布的资料 被拆的违章工厂是5家 那就是一个个位数的数字 就是非常非常的少 但为什么会这么少 其实有非常多原因 那要怎么样解读这个数字 就是我们放这个梗图 其实最主要是要说 有很多伪装工厂 而进一步真的做最极端的行政处理的 只有这5家 那中间的那些跑去哪里的 这是我们希望唤起大众去重视的 但我们也没有要说这7千多家 这4万5千家扣掉7千多家 现在全部都要拆除 这个是要先理性 那我刚刚讲 为什么我特别讲这是工厂才算 其实拆的数量 各县市拆除的违章建筑 或者说农地上的大型违章建筑的数量 其实远大于5千 应该是有 就我们自己兼具的是有到10家 那这样也不是太多 但是他们自己看到 各县市政府公布的数字 其实是有数十家的 那就是因为其实工厂的定义 在定义部那边是有一个严谨的定义 就是说它的面积要到一定面积上 且它里面有加工制造的事实 它才算是工厂 所以已经开工 然后被人检举 那就是它前面都没有被查到 这种它拆除才算是进一步看到的拆除 但其实还有很多是 它刚开始兴建 可能就被民众检举 或是它刚盖好 它还只是个房子厂房 但没有积聚进驻 那它就被拆除 这些就没有在刚刚那5家里面 然后其实单看这个数字 还就是也要帮 算是帮政府讲一下话 就是说其实你没办法证明 这个东西就是 地方政府再多不去拆除 因为拆除的少 其实你可以诠释成是 因为新增的少 所以拆除的少 就是说拆除这种 行政的财阀 它成立的目的 本来就不是说我拆越多越好 而是说我希望克组 更多的工厂出现 所以它需要更多 更多的资料支持 据说 现在这个不拆 是政府的带助 对那就是地球公民 我们持续后面有 等一下的内容 可以再多说一些 就听佳生这么说 这个农地工厂 或是伟章工厂的定义 要不要拆除 好像是有点复杂 因为我看到的数字 就是这个全台的农地工厂 有4万5千多家 但是其实刚刚说 可能需要取报 需要这个拆除的只有4家 为什么这个数字会落差这么大 4万5千家是从1970年代以来 就累积 它们累积出来的一个数字 那政府前两年修的 工厂管理辅导法 其实就是要管理工厂的一个法令 有特别 因为就太多了 所以你的方法绝对不会是 一次就要全部拆除 或怎么样 它绝对是分阶段的 跟去对这些工厂做一些分类 就像是人在学校 假设有一些 就是已经 其中考考的不好的同学 那他们 在学期末的时候 到底决定要不要 把他们葬掉之前 要给他们补考的机会 那 一定有一些就是连上课都没有来的 那你这种就是 不太可能再给他机会 可是有一些就是很认真 可是就是考不好的同学 那就是会再给他补考 就是会在这样的权衡之下 金晋部在当时 去对工厂做了 把工厂分成 主要分成三大类 但是其实细分可以再分成很多类 那最主要就是新增的 然后既有的 既有的里面分成低污染跟高污染的 那新增的就是 刚刚讲的 其实就是最严重的 就是应该要直接被拆除的 所以这种就是 一旦检举就应该要去拆除它 那刚刚讲的既有的低污染跟中高污染 金晋部都有给他们一个宽限的期间 只要他在某个期限之前 愿意来跟政府说 他愿意纳管 他愿意做一些改善 或他愿意牵涨 给我一些缓冲企划 目前为止是还不需要 对他们做比较强制的处分 也就是即使有这么多的农地工厂 但是因为他们违规的情形 或是对环境影响的状况 是不太一样的 那当然这个今年累月 历史工业造成的这么多的工厂的存在 要处理恐怕也不是一时之间 就能够去处理 当然在 我记得在2019年 这个工府法修正案 在讨论的时候 这个环团其实也都会有一些 不一样的意见 有些会觉得说 太过于宽松 那会遗害很多的这个后遗症 有些可能也就觉得说 他没有办法 他只能缓慢的去处理 那这个我们待会再回过头来谈 就是在不同类型的污染的这种工厂 他目前即使他好像可能是补考 有些可能是有某种辅导让你通过 但是实际的执行又是什么 不过在你们这张梗图里面 我发现一句话很有趣 虽然它是一个对我来讲是有点老梗 就是月亮的脸偷偷在改变 那当然就是孟廷伟很早以前的一首歌 那但是呢 后面那一句话叫做 工厂却偷偷的在抢劍 这个工服法通过不就是不要让这种农地工厂 再继续的存在 甚至也应该不允许他新建吧 那为什么会偷偷在抢劍呢 到底工服法有什么样的问题 工服法它所规范的对象又是什么 好对这就是刚刚 中秋节为什么要po这一篇 就是因为中秋节是廉价 那过去我们所有的 我们的民间社会就是非常清楚 政府的公务员上班 就是非常状况守法 只会在上班时间出现 所以不管是环保违规啊 还是这类的违规 都会选择在就是公务员放假的时候去禁止 那违章工厂通常的材质是铁皮 然后再加上违建 我们处理违建相关的法规 其实都会把违建分成 就是新建中跟里盖好 然后里盖好那边可能也在分新增济之类的 那通常新建中是 违建单位最优先处理对象 因为这东西最好对付 也是大家最希望的就是 可以防违杜建 所以很多工厂就会抢在廉价的时候 因为时间比较宽裕 然后可以盖得比较好 然后可是又是有一定的时间 然后不会被查到 所以去做这件事情 然后其实这样讲起来 处理违章工厂的法规 真的是不止工厂管理辅导法 但工厂管理辅导法比起其他的法令 来得更有利的原因 就在于它是两年前新修出来的 所以这两年前当政府提出 它要让很多工厂可以做这个就地的纳管 然后辅导的这种非常妥协的修法的时候 它就顺便应该说相应的提出了 那新增建就要挤报题材 这样的政治承诺 然后也把这个东西写进了法令里面 那要拆除工服法有写 建管的法令有写 然后图管的法令有写 也就是区域计划法和都市计划法 它们都有写到 那工服法这样子写 应该对新增的工厂 立即钻水钻电机拆除 这个法令是我们目前为止最重视的 那它为什么目前没有效 这就回到说 其实各县市的分工 并不是这么清楚的 应该说非常的清楚 就是太过清楚了 每一个就是 其实要去拆尾这件事情 过往的分工就是交给建管处 建筑管理处 或者是使用管理处等等的单位 但是工服法呢 它的主管机关是经济部 它在地方的层次 它是交给产业发展处 或者是经济发展局等等 经济发展局里面不会配 拆除的人力和经费 它要拆除它一定是交给建管单位去 所以当就算即使进化单位下了 说这个工厂它要做拆除 它就是把案子pass给建管 但对建管来说 农历违章工厂并不是唯一的违章建筑 它需要管都市的屋顶违建 它需要管各式各样在 就是洗车场啊 就是一些不该出现的建筑 都是他们的处理范围 所以说 当它排进了这个广大的这个排拆名单之后 说一下那个数字 大概像台中 就是每年 都会遗留大概八万件的违建 就是去代拆 然后能拆的 能拆一千件可能就已经 就投效了 所以它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长的名单 所以当它并没有一个优先次序说 违章工厂是特别优先的排拆的顺位的话 这个法其实并没有办法得到最大的落实 你刚刚一直说 像如果像以台中为例 它有八万件要拆除的工厂 可是每年只能够去拆除一千件 八万件是所有它的违建的数量 然后它的工厂新增的数量 可能大概也是有几十件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这个法令对于新的这个违章的工厂 或者是工厂上头 虽然有一些规范 可是其实在实际执行上面 它可能就会有很多的落差 因为就像你刚刚提到的 在公务机构的这个配置上面 跟分工上面 它常常经发单位 它本来要做的经济发展 它要被赋予这个责任 而实际上面在建管单位 它其实也有很多东西 它要去处理的 它可能也根本无暇去处理这些 这些违章的工厂 甚至有很多新的新建起来的案子 它恐怕也来不及去处理 所以这个法令的效率 其实是蛮低的吧 对 如果就拆除这个作为 到底没有实施下去而言 是蛮低的 可是因为它写的不止拆除 它还会写一个断水断片 断水断片就是一个经济部门 主管的事务 台电是属于经济部的 所以其实管制用水用电 不管是前面你要核准它的申请 还是你后续要断它水电 其实都是经济部可以作为的事情 所以目前断水断电这件事情 就有实施的比较有效 然后也是环团 我们地球后面这边比较在意的 到底有没有实施下去的一个手段 我们刚刚谈的是新建的这些所谓的工厂 可是刚提到的工服法 其实对于所谓的旧的这些工厂 其实也有一些规范 这个规范除了当然会有不同的分歧 例如说有污染的高低做一种最基本的区分 那依照工夫法规定里面 其实有提到说 低污染的未登记的工厂 必须在两年内 是申请纳管 那目前这个业者 他的申请的状况是什么 那如果从这个中高污染的 这个工厂的状况来看 它又会是一个怎么样处理的方式呢 两年大概是在明年的3月20 就是这个期限将要倒计 然后刚刚讲到既有的低污和中高污 我们通常都会直接缩写 如果有听不懂地方可以再提醒一下 然后新增的就是另外一块 4.5万家里面 其实大部分就是低污跟中高污 那大概的分配上面 就是有7000家是已经确定是 这非常复杂 因为这不是第一次修工服法 这是第二次算是又大幅的放宽 这个就地合法的期限 其实2010年的时候就已经修过一次 而当时就是一样的 就是2008以前是既有 2008之后是新增 然后2008以前的可以来申请 一个东西叫临时工厂登记 所以当时其实就已经有7000家的工厂 来申请这个临时工厂登记 然后但他们因为有一个期限 是2020将 2020前他们没有从临时转成一般 他们就又会变回所谓的未登记工厂 所以才会有2019的这个修法 那7000家比当时可能是3万多家的这个数量 其实就是你可以看见是这样的纳管政策 有大部分的工厂是不买账 就是其实不愿意来补考 就7000多家愿意来补考 结果来补考又说 那个那个学期末要不要 可是我还没有 我还没有正式补考完 可不可以再延一次 这样 然后所以在2019年的修法的时候 又再说一次 我们把那个新增既有的期限拉到2016年 就是变成是2016之前是既有 2016之后才算新增 对后面的不能申请 2008到2016之间本来是属于新增的 假设我是一间2014的盖好的工厂 我本来属于新增 结果我又被放宽了 我又可以成为来这个申请 新的这个临时工厂登记的身份 对对对对 所以简而言之 政府不断的在放宽这个期限拉 所以对我们来说 这真的是一退再退 所以很多可以就地合法 本来本来不能就地合法的对象 到后来都可以再就地合法 那目前这个申请的状况 刚刚讲的那7000多家 已经第一次有来补考过的同学 大概9成9都已经再来申请了特登 就是他们就是继续 这个新的新的身份叫做特定工厂登记 也就是新零登拉 对那他们都都准备要 要进行就是更多的就地改善的作业 那里面 低屋跟中高屋的比例 大概是7000比300 这样 这就搁置 好 那剩下的其实大概就是三万五千 4.5万减这7000多家 可能还有38000多家的这个 未登记工厂 那这未登记工这些里面又分 这低屋跟中高屋的比例也差不多 大概就是1500家是中高屋 剩下的就是低屋 所以大概有就3.5万家都是低屋 那但是3.5万家里面来申请的呢 只有2000家左右 就比上次的那个7000家还要再少 然后中高屋的部分只有500家左右来申请 大概三分之一 所以大概还有1000家左右的中高屋 是没有来申请的 对 那 目前 这样的进度对我们来说是非常 就是 我们就觉得又要再一次破功 因为其实政府设计这套机制 其实是希望说 有更多的工厂可以来纳管 然后 创造出一个氛围是 你不来纳管反而是 非常态 因为现在变成台湾的工厂 就是属于就是未登记工厂的反而是一种 就是好像没什么没什么关系的事情 如果假设你把合法的变成大变成多数 而非法变成少数 这个事情才能得到解决 但现在的问题就变成是 已经开放这个新的一道门了 可是还是有很多的工厂不愿意来给政府管理 那进一步接下来会做什么 就是我们好奇 它会再次延长期限吗 还是它会雷厉风情的对 这些布莱纳管的工厂 不来补考的真的就是退学组分 这是我们现在在看的 所以明年的三月就会见增长 对 就是现在还剩半年的时间 六个月的时间 到底这 它还剩三万多家要来 要看它要不要来纳管 嗯 不过这个因为依照过去的潜力 这些会不断的开一些小门 或者是反正我也没有办法真正的有效力的去执行 我如果是业者我当然会站在一个观望的这个心态 那即使不是一个观望的心态 观望都还是一个消极的 我相信在背后可能会有庞大的利益 在立法的过程 在修法的过程当中也许会有一些压力的存在 如果从这样子来看 政府在处理这个农地工厂 会不会其实是一个永远不可能去解决的问题呢 确实因为从历史来看 从来看 这已经 这真的不是第二次放宽 其实更早1970年代80年代 都有开放未登记工厂 来跟政府登记的事情出现 只是因为当时的 甚至连我们连区域计划法 就是管理土地的法令都还没有通过 所以当时来登记的 后来都在农地上就取得了一个地幕 叫做丁农建筑用地 就是农地农业分区里面还可以做工业使用的 所以这真的是一个算是太过懦弱吗 就是因为一直不断的拖延这个问题 而导致现在台湾就是还是必须一直 未来可能产业上就是必须面对这个农工竞争 然后有更多更多的产业劣币去读良币的情况 所以它真的非常非常难解决 除非政府拿出就是实际的决心 然后这决心好像精神论 但就是它要有实际足够完整的配套措施 它要有这些工厂到底可以去哪里 然后有足够给他们的支援 但你这个支援也不能太超过 太超过的话就会觉得合法 又觉得自己是笨蛋 然后布莱纳馆的你也要做相应的惩罚 也就是萝卜跟棍子要拿出来 这些这个问题才可以真的得到解决 所以这个当然农地工厂是整个的发展 跟台湾的整个经济发展 社会发展非常大的关系 它可能也是一个历史工业 甚至在过去因为法规的 这个因为经济的需求 也不在意这些污染 或者是在过去连基本的法规都没有 但是它除了是一个历史的工业之外 我觉得一个更大的一个必须要去关注 它事实上也是对于这个执政者 不管谁要来执政这件事情都是一个非常重大的 这种所谓的检视它的魄力跟能力的一个 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 那到底我们的政府有没有能力跟魄力来解决这个问题 这其实也是所有的人都在关注都要看的一个现象 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我们再回过头来 我们刚刚谈的是比较多的在整个政策法规 以及现在执行面 可是农地工厂到底对这个社会会造成什么样的问题 我们先休息一下再回头来讨论 港区管理副党法 今年开心思思 全普团体是来的支出 到这三个月 第一次 无心情副党专行 关于唱的无定期的中国有列 都在港匆 经济部应该要对他们重点重罪 还有贴族 经济部现在应该要关注公布 这上官的名单也要关注 开始来支援 农地上头生出一间一间 危险港区 所量到底有多少 经济部清查了后 这次专台湾有四万五千间 其中一千一百五十三间 是中国部列的港区 对九公民基金会这次 以法中国部列的港区 如果没有在今年三里空进城拿出新清 胡杜专行 那这次冠军 经济部就应该对他们 等水等电打贴族 没有来申请的意思就是 他不想要走政府合法化这个程序 政府应该要做出一个差别待遇 有来申请的乖保保 没有来申请的这些坏的厂商 不会再让守法的人变成傻子 然后违法人还是在逍遥法外 管团要求经济部应该两早来公布名单 因为因欢乐 中国部列港区的素量 可能不得一千一百五十三间 历史公民兴当年并检视发现 有三百五十九间 任市定期的港区 在在政部传播室公开资料当中 是有中国部列业别的这是製定 但广播后经济报令定是中国部列 在政策里面有托质跟酸息 但是他可能在经济部 他报给经济部的资财里面 不见得有这个东西 跨部会的整合没有做好的情况下 其实你就很容易去漏掉说 这些共产其实是有托质跟酸息的状况 在旧公民基金会也支出 为主管兴兴兴兴的合法力 一九七十四年没有一波 包括电动液 燃转夜店五十一的中国部列行业 总共六千四百二十六间 但其中有三十八% 后来因为控制部电部列 总共六千四百三十二十七亿 那这段主题的合法 也包括中国部列的港帐 政府保证严重部列的事件 不再发生 记者 您问我报台北报道 欢迎再次回到灿烂时光会客室 节目的现场 我是主持人管中长 灿烂时光会客室 是由公民行动已经记录资料库 独立制作 我们透过公众的捐款支持 让我们能够持续的来做更多更好 更深入讨论的节目 你的支持 不管是用透过分享的方式 或者是透过转贴的方式 甚至是直接捐款给我们 都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鼓励 因为我们会认为透过公众的捐款 才能够让媒体能够真正的独立的运作 不受影响 好 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讨论一个 我觉得非常重要的话题 就是农地工厂 实际上我们住在比较乡村的地方 我们举目望去 虽然有美丽的田园 但是也有很多在那边成立的一些工厂 这些工厂有些东西 有些可能是会造成污染 但是从某个角度来讲 在地的工厂 它有些的污染性并没有那么高 甚至它可能会是地方非常重要的 营生的一个工作的场合 所以农地工厂该怎么解决 刚刚在前一段的节目当中 提到了政府的一些政策跟法规 似乎它的解决的有效性 是非常非常的有限的 我们接下来也要来继续的 跟大家谈农地工厂的问题 今天在节目当中 跟大家邀请到的是 地球公民基金会的专员蔡佳生 佳生你好 王康老师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想要继续请教佳生 就是我们看到农地工厂 当然有些的污染是比较低 甚至可能不见得一定会造成污染 但是污染的确是农地工厂 要被解决被处理 或是引发这个环团 甚至是社会大众不满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但是这几年我们可以看到 除了污染的问题之外 我发现在很多有关于 这个农地工厂相关的抗疫的场合当中 也出现了消防员 那显然这好像又跟公共安全是有关 所以农地工厂在台湾 似乎对有些人是有一些好处利益 不管它是一个财团 或者是一个中小企业 或者是一般的民众 它的确是带来一些好处 可是它又带来了什么样的问题呢 好 这其实就回到农地工厂 它跟一般在工业区的工厂 或者说任何合法成立的工厂 有什么样的差异的问题 一般它工厂要成立 其实它就要经过所有建筑 消防等等环保相关的法规 去对它做规范 那所以它一旦是一个 在这样规管之外的工厂 它就可以规避这些所有的 既有的为了公共安全设置的法令 所以公共安全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 我们在说违章工厂二的时候 它最主要会发生的问题 那第一个当然可以想见的 就是污染的问题 它如果说它是有做金属加工 或者是皮革染疹之类的 它有大量的用水 那里面会有很多的化学药剂 如果它没有好好的处理 或者交给在回收的厂商 它其实就有可能排进旁边的农田里面 假设它是在工业区它乱排 可能就还会被罚款或怎么样 可是它在农田上面 农田这边的排放 非常非常难以去规范 那再来 它对于消防安全上面 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卫报单 其实对消防人来说 任何的违章建筑 对他们来讲都是一个消防卫报单 为什么要有建筑相关的法令 就是因为 它的高度 或者是它有一些消防的公共设施 需要去达到一般的防救灾的标准 我们并不是要说这些设施可以让那些例外完全不要发生 但起码发生的时候可以把伤害点到最低 但如果说它是一些并没有被这些消防规范 规范的法规去做规范的话 它就会有很多的风险 那在两年前2019年的时候就发生大雅的一间违章工厂 它里面是做纸餐盒的 那当时就是晚上它发生大火 那可是因为消防员到现场 第一个它旁边的 它附近搞不到消防栓 所以灌旧的时候就遇到非常大的困难 在它水源很不足 然后所以很多消防员必须要进到场内 那在它并没有提供它的厂区配制度 因为它是违章 它也没有它的创新配制度给政府 所以消防员有点是 不太知道里面是什么样的情况下 就进到厂区内救火 那最后就造成了两名消防员 在里面遇到散燃 然后铁皮塌陷 然后就殉职在里面的利害 其实铁皮本身也不是一个安全的建材 假设是一个一般的工厂 它要有一定的耐热跟耐火的程度 它才可以保证救灾时的安全 所以说就是有这么多重的事情 让消防员就是有加入我们的厂医 一起去针对这种大型的 而且工业用的这些厂房 它可能也会釜放一些比较危险的化学物质 所以它如果一旦不被规管 对它们讲真的是一个特别特别危险的危害 所以它才加入我们一起 跟我们做违章工厂处理的厂医 所以这个在农田里的卫爆弹 或者是这些可能被认为是不定时炸弹 它所受到伤害的 其实不只是消防员本身 在附近的居民 附近的住家可能有人受到同样的危险 不是吗 对如果它本来都是农用的话 其实就不会有这些问题发生 那它现在因为有一间工厂 它就出现了燃烧的风险 然后它打完火之后的废水 或者是它的农烟等等 其实就是一定会影响到附近的农作物 和附近的住家 甚至也曾经发生过 就是某一间工厂就是火灾之后 县政府要补助附近的民众 到旅馆去居住的这种情况发生 这也是补助要用纳税人的钱 来去解决这些问题 对对对就是粉末倒置 这的确是一个 虽然看起来对很多在地的营生 是有一些帮助 但是其实它所造成的污染 或者是刚刚谈到的公共危险的问题 甚至这些污染的这些作物 如果没有好好的处理 或者是当时一个闪失 也许它有可能会回到 我们的日常的饮食当中 假设真的发生这些事情的话 那其实是得不偿失 那在我们在上一段节目当中 也谈到了在目前的这种 所谓的功夫法 或是其他相关法规里面 要去做农地工厂的规范 不仅是这个拆除 是出了很大的问题 甚至人家要登记不登记 都可能存在的某种观望的心态 不过在今年5月的时候 经济部又做了一个预告 这个预告是一个草案的预告 这有点长 它的草案叫做 特定工厂申请变更 申请变更编定为特定目的事业用地 审查办法草案 非常长的一个名字 那这里面有提到说 农地工厂呢 只要取得特定工厂的登记 业者可以透过设置太阳能板 光电板 或是化设隔离的绿带 并缴回馈金变更地木 便能让这个 这个所谓的低污染的农地工厂 就地合法 我们在上一段里面提到说 有可能会让这样的一个 又有一个新的法规 或是再开了一个小门 这是不是就是一个小门 那这个法案到底是一个 这个草案到底是一个 什么样的草案 那如果按照这样的一个逻辑 是不是永远都没有办法 去解决农地工厂的问题呢 不管你是要让它登记 合法的登记纳管 或者是你要把它拆除 看起来都会有更大的困难 不是吗 对 其实这一个执法呢 它是执法层级的一个法案吧 然后所以它是在公补法 两年前通过之后 一个大的架构划出来之后 其中一个应该要规划出来的执法 简而言之其实 一个违章工厂 违章工厂问题要处理 大家可以想象三个走法 一个就是说拆除 一个是它牵场 它不要在这里 它找到新的地方离开 另外一个就是它就地去处理 它的刚刚讲的公共性的问题之后 它可以就地合法 那这个执法它其实就是 如果要走到就地合法这块的话 它应该要做完哪些事情 的一个规范 那前面讲到它要设置太阳能光电板 它要设置隔离预带 它要缴纳回馈金等等 这些其实都是它要合法的话 它要就地合法的话 必须要做的事情 它不是一个可以这样 应该就是它可以就做这件事情 就就地合法 这是没有错的 但是它一定要做这件事情 它才可以就地合法 也可以这么说 所以对业者来说 这全部都是一个附加上的负担 我们刚刚讲到有非常多的业者 他不愿意来做纳管这件事情 原因就在于他觉得 我如果要来被政府纳管 我就突然要缴这些所有的回馈金 我要去买污染房子设备 我要装消防的那种 警惕出口 自动洒水器 然后附近 对 这是大概它要付的成本 对政府来说 其实它要变更这个地幕 其实因为它 为什么要它付这些钱 第一个它要管理 它的公共危险的问题 但是说它其实要让政府 去对它做一些规划 因为像消防酸这样的东西 就不是一间违章工厂的规模 它要替自己去设置 它是一个公共的投资 我们在设置消防酸的时候 本来就会注意 这个地方是多少人的街区 就是我们每多少公只要设一个 就是包括水平能不能够抽足 都是必须要考量的 对对对 可是这间工厂 它就是在一个农地的中央 这个地方本来不太需要 做一个这样的设计的 可是却因为你在这里 而我要去帮你做这个设施 所以它本来就应该要缴纳一些回馈金 所以说这个东西 有点见仁见之说 当你觉得 去拆除和它牵厂 一定是一个 微乎其微非常渺茫的机会的时候 就地合法变成一个唯一的可能的时候 那你本来就应该对它做出一些规管 那你不能说完全无条件的让它就地合法 所以它本来就要设置非常多的门槛 去让它做这些事情 所以这个法案 对于长期关注功夫法的人而言 它是一个必要的东西 可是我们会关注的点是在于说 到底这个就地合法是一个永久的就地合法 还是我们要让国土秩序慢慢回归正常 其实是刚刚讲的 它的确有生计的问题 它有产业支持这个地方社会的问题 那能不能说这间工厂 我们就是让这个经营者 经营到它经营不下去为止 就是它无法再转手 它无法让这个厂房再变成其他的使用 而是它就是慢慢的等到它 如果它能永续发展当然很好 但如果它真的倒闭了 这块用地能不能回归成农牧用地 或者是说它这个地方 就要回归成农业使用的加工室等等 不一定要完全回归种植 但起码要回归农业使用 这样的要求 这是我们在看这个经济部草案的时候 最关心的问题 因为我们真的也体认到 现在你要这间工厂 这些中小型的工厂 去工业区找到地去签厂 或者是 那我们也不会觉得 要直接拆除它 这是完全违背这个地方的 我们社会的 也是违背社会争议的逻辑 所以觉得 这其实是一个必要的法案 那里面的门槛设置多高 其实 进一步一直也跟我们说 业者觉得那个变更登记的回馈 已经太高了 要现在的公告地价的50% 所以他们是尽量的把它挡在 这个50%不能再降下去 已经花了非常大的力气了 所以要说帮业者开合法大门 其实两年前修法就已经这样子开了 现在是这个门到底要设计成 很好推开 重量很重 还是说要 给他们轻松一点 这是这个法案现在的问题 可是我这样听起来充满了各式各样的矛盾 比如说对业者来讲好像要合法 但是又觉得说被你纳管 然后我的税金要提高很多很麻烦 然后如果政府要让它能够合法 就是包括刚刚谈到就算是消防管线 或者是地幕上面的这些变更也好 它其实又是很大的困难 然后对还团而言 就觉得说我明明就是不是觉得你是很棒 但是又就考虑到 它可能是还是有某种的社会正义 或者是一些在地的需求 这个好像又没有办法很强制的 或者是好像立场也辣财的那么硬 所以这是不是很难解决 就是如果回到一个根本刚刚谈到的 国土规划的问题 我们有可能 我不知道地球公民基金会 或是其他环团的想法是什么 就是它总是要解决 你摆在那边 然后又发现政府师傅没有很认真要去解决它 业者也不想要合法 然后其实又无力解决 那到底该怎么办 如果回到刚刚谈到国土规划的这个角度 可不可以就现有的重新统计之后 重新的再做重新的规划 例如说某个区域假设好了 这个围商工厂比较多 我们就要成为一个工业区 然后把该有的环境全部都做好 那有些比较零散的 我们就让它能够去做一些迁移 或者是可能就停止做其他的补偿 等等的方法 这会不会是一个更一劳永逸的做法 当然我这样子讲 讲得很简单 可是实际上面恐怕是更困难的 我们在三年前 四年前的时候也去日本 三次采访他们也曾经有这样的现象 然后他们怎么样解决的一个例子 可是他们发生在70年代 然后也是大量的重高污染工厂要迁进 就是一起群聚起来的一个历史 然后这东西确实是可能的 我想刚刚钟祥老师讲的 就是也是大家的理想 就是我们早已经救不回来了 这就是一个群聚的地方了 那我们给这个地方农地 征收一点补偿 然后我们把这个地方都变工业区 而它是符合附近中小企业 可以进来的一个地方 这确实就是我们在倡议的部分 那除了这些用地 然后再来要给这些厂商一定的 就是我们不能直接给它钱 但起码给它贷款的一些信用 信用的倍数 就是政府可以用中央信保基金等等 去对他们做一些贷款的优惠 然后他们只要愿意 就可以群聚起来去做 现在政府的做法大致上 像章话有类似在做水舞金专区 类似这样的逻辑 但是有点是那个政府的角色 到底要到多介入或多强制 我是提供一个 这些机会给你看你要不要做呢 还是我积极的去 就是帮把厂商串起来 然后去说你们这些厂商 这些这区就应该要一起群聚起来 这其实就是有一个程度的差异 那对我们来说 我们当然会希望政府做多一些 因为这个问题存在那么久 已经变成社会风气上面 就是我留在原地 我在这边开心的 都不会有什么问题 所以会希望政府应该 还是要有些强制的手段下去 刚刚讲的那个立场上的矛盾 这真的是我们本来并没有 要这么对低污染的工厂 去做这么多的主张 这些法案就是这样出来 然后他就是有业者持续的在游说 要对他们做更多的放宽 那我们就是要先去踩这个刹车 那我们最在意的就是 那起码现在不要再新增了吧 这些既有的问题就让他 就是这四地方五万家就不要再成长了 就是我们就处理这些 所谓的历史工业 我们不要再制造新的历史工业 讲历史工业常会把整团迷糊 就是整团迷糟工厂就打包在一起 一起去讨论 那其实就是真的是要分成分类别去看 我觉得真的是不是很容易 要去处理的问题 其实但是起码就是政府的态度 要摆出来的 政府你到底应该要怎么走 因为整个政策方向是你要抓的 那你要宽要严 应该要更清楚 然后你要有一个进程 要更清楚的去规划 而不是我觉得现在有很多是一个暧昧 然后看起来很严 但是实际上很宽松 那永远都去解决不了问题 那你又变成那个历史工业的一部分 那那个问题它就会永远的存在 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 从国家的角度 你本来就应该有个上位的思考 来去处理这个问题 不过我们必须要承认 它是一个比较困难解决的方法 但是回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好了 就是既然这个农地工厂里面 这个工夫法里面有提到 所谓的检举的方式 而我们在一开始也提到 这个检举好像效率又很低 或者是其实也不见得大家都知道 怎么去检举这样的一个农地伪赃的 这个问题 或者是有些污水排放的问题 地球公民基金会设计了一套检举的系统 这个可以告诉我们 如果我们是一般的民众 我们要怎么样去 至少为自己的生活 为自己的生计 来去降低这个污染的可能性呢 检举的法 这次的工夫法修法 确实有把检举的奖励写进去 因为其实政府自己知道 地方政府并没有这么大的量能去 随时随地监控农地上发生了什么事情 所以他要抓到新政的方式 真的就是只能守望相助 就是要知道 就是附近的居民要会回报 那对民间团体来说 要监督这个执法也是 就是我们就刚刚讲的 我们看到政府塞了五间 我们要怎么样诠释这个数据 我们要是真的没有在新增吗 还是说有新增 但是地方没有在拆 所以我们自己去建这个系统的原因 就是我们想要收集各地 真的有还有在新增的 违章工厂这个现象 那对于民众而言 就是只要你上网搜寻 违章工厂检举 你其实应该就会看到 我们设计的这个回报系统 这个回报系统 是我们跟G0V的工程师 和相关的专业者一起去建制的 那它就是一个地图的界面 可以想象它就是一个Google Map 然后上面的地点资讯 全部都是违章工厂 你可以在上面新增新的点位 然后你可以补充它的照片 你也可以就是补充它的资讯 那我们其实在倡议的中间 就是我们在作为当场的倡议 已经超过五年多了 那其实就有非常非常多的民众 会一直打电话进来 然后或者是写信来 告诉我们说 它附近有新增的工厂 那有些民众我们就注意到 其实它非常在意隐私的问题 因为其实有一些 它可能就是已经尝试过 跟县府检举 可是无效 那更甚者就是 它可能还会被枪工所 因为要勘察 就说你要不要来 就是现场作证 那你还是会有些恐惧吧 对它就去了 然后就遇到 结果厂商一起在现场 然后它就被泄露了身份 等等的情况发生 所以我们在设计系统的时候 有特别说 不需要留下联络资讯 然后我们这边会再去做查证 和追踪的这些事情 请它可以提供更多 当然提供越多证据越好 然后这个东西 如果地方 刚讲不了了之这种事情 也可以透过集体的检举 去做一点点施压 就是说 地方政府的公务员 也会知道说 他不能有 不一致的执法的情况 因为很明显 本来只是一个陈情人对我 可是现在有一个陈情人 他知道 这30件在我这个厢工所 都是怎么样被处理的时候 他就比较不敢去做 或者说他比较 在有人来关缩的时候 就是有一点能力去抵挡回去 所以我们希望还是支持公务员 但是我们觉得那个压力 常不是来自他们自己 而是有一些明代 然后有一些地方的势力 去对他们做施压 所以我们希望 用这个系统 是让地方政府知道 有人在监督 这整体的检举 处理查处的状况 那到底有没有照 公服发协的实际的 慢慢的 前面有先罚款 有断水断电 然后你们都要拆除 那拆除一直以来 就是真的是大家最好 最容易被公众 可以直接看到效果的一个方式 或者说让厂商 对 所以他在我们的整体的行销宣传上面 还是最主要的东西 但其实我们最作严的 真的是 断水断电 有没有在进行 所以民众 现在也是要跟 如果真的有人看到这个影片 然后真的有去搜寻 然后去找 去看到地方的伪装工厂 回报回来 真的也是那个期待 要调整一下 先不要期待 一定可以到拆除 但起码我们可以让这个 这个现象 真的得到贺阻 贺阻是我们最希望得到的效果 那不管他的手段是什么 不管你叫神战店 或是你 做很多的说明会 你让地方有一个风气 就让这个贺阻的情况发生 对我们来讲 这个昌银就成功了 所以说 回报系统这个东西 就是 如果大家可以口耳相传 让地方 也让地方知道说 就是有人在做检举 不要在这边再新增了 其实这就已经开始有效了 对 我想这是一个 我们至少是 我们现在是可以做的问题 就是在你的局目所见 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 如果你真的觉得 这个工厂对你造成了 很大的影响 不管是环境或是生活 这是我们随手可以做的事情 当然我们更期待 就是我们刚刚谈到了 我们都知道 这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 但是政府的态度 跟你的实际的做法 是要一致的 那该做的就做 你要告诉 不管是民众也好 或者是这些工厂的业者也好 他到底要怎么去走 然后你是玩真的 而不是看起来两边都在讨好 两边都在这种呼嚨的 这种状况 我觉得对整个台湾的环境的发展 或者产业的发展 都不是一件好事 今天非常谢谢佳生来接受我们访问 希望下次有机会 再跟你请教相关的问题 我们节目就到这边结束 也欢迎大家透过订阅的方式 或是捐款的方式来支持我们 谢谢佳生 也谢谢各观众 下回再见 拜拜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